Pachew 408 終於在台灣現身了 GT車型首先第一個是它的水箱護罩 它會是跟車身同色的直條紋色 矩陣式的Matrix LED 可以有自動遮蔽遠光燈的功能 Pachew 本身非常招牌 獅王獠牙式的日行燈 整個溜背線條 一路衍生到車後 而且還有一個稍微提高的立體腰線設計 同時它原廠就有標配這個防窺式的玻璃 頂規車型GT車型才會有的絲爪式的尾燈 它因為要讓它更加有這個跨界跑旅的感覺 所以後保險桿才會刻意的流黑 還多出這兩個長得非常像貓耳朵的尾翼 它可以讓汽油更加順暢的透過後面這個溜背 再經過後方這個小小的壓尾翼 增加它的下壓力 而它的內裝部分 這台頂規的GT車系 它有些非常特殊的選配 像是這個原廠有藍色以及紅色可以選擇的Nappa 真皮皮革的電動 而且這個選配的椅子上方還有這個頭枕的浮刻 有十項的電動調整之外 它也經過了AGR 也是所謂的德國脊椎協會的認證 同時它有兩組的記憶 如果天氣一冷的話 方向盤會自動的加熱 這都是髮系設計非常細心的地方 而全新世代408它的內裝 主要的視覺焦點就是前方這個 10寸的全數位的儀表板 還有非常多台灣車迷期待已久的10寸的數位多媒體 它上方有個投影螢幕 裡面有了第二個投影螢幕 兩個綜合起來它可以構成一個3D裸式的效果 而且第二個我最喜歡的是它的方向盤 本身依舊維持這個非常招牌的小勁式的上下平靶的方向盤 而且這次408也把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 它的按鍵總算跟其他的德西車廠一樣 整合在了方向盤的上方 全數位的ACC跟車也包含了STAB&GO以及LKA全部都有 這台車已經是完整的Level 2的大全配 過去一些車迷說 哎呀這個呢 Pajol的車什麼都好 但就是娛樂界面稍微差了點 但這次一口氣除了給你10寸以外 下方還多了這一台虛擬的按鍵 而且這個虛擬的按鍵本身呢 不但是全反體中文 它也能夠進行編程 它給你的自主性呢非常非常的高 它的原廠就有這個TOM-TOM圖資的原廠的導航 而且圖資呢也非常的詳細 它的360度的環境呢 則是GT車型獨有的 而且這個畫質本身其實非常的不錯喔 從上方的俯視鳥看的鏡頭 其實呢它流控的地方並沒有很多 如果你要調整冷氣的話 必須要透過這個按鍵按下去之後呢 上方會出現一個非常完整的空調操作介面 舉凡是溫度啦風量等等的 冷氣空調這個部分呢 還是需要有一個完整的實體按鍵 就像這個音量按鍵一樣 相對的盲操作使用起來會更加的方便 而且它下方這裡呢也有手機的無線充電板 在這個GT等級車型呢 這裡呢也有這個Pachio非常招牌的 波桿式的排檔頭數位化的 下方這裡則是操控它的行車模式 中間這裡呢它也有一個Type-C的充電的插座 以及12V的供電的電源 這台408本身 我覺得它的內裝本身的等級大進化了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選這台GT車型的話也別忘了 選配這個呢原廠必須要加加Nappa的真皮皮椅 也包含了副駕駛座的六項電動 正駕駛座的十項電動的功能 同時你也可以選配呢上方這個全景式的Celo的天窗 它的開啟面積呢也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說這些東西選配下去的話呢 整台車的質感其實呢 比起呢德系的對手呢完全的不輸人 而全線408呢它的後座的空間呢 它的腿部至腳空間就有188mm 所以這樣之後你可以看到呢 我的腿部空間至少還有一個拳頭 又兩個拳頭再加上兩個指頭 這麼寬的置腳空間 不過頭頂的部分呢由於它是Fastback的設計 這個地方稍微有點往下消 所以呢以我一個176公分正常的人來講 我裝上去之後呢 我頭頂空間呢剩下了四個指頭左右的高度了 而在這後方呢也有冷氣的出風口 還有加上兩個Type-A的充電的插座 中央的扶手呢把它放下來之後呢 它除了說呢有杯架以外呢 它這裡呢也有個雪橇的穿透孔 平常時候呢東西放在後面呢 非常容易的去拿取 而在最頂級的GD車型上面呢 它後方的行李箱呢 則是呢電動感應開啟的 它標準的置物空間可以來到了536公升 如果說呢把後面的椅子放倒呢 可以來到1611公升 它給的是全尺寸的備胎 這在現在的車廠來講呢 非常非常的少見 但是如果當你有一天爆胎的話 你就知道 原廠就搭載了全尺寸備胎 到底有多好用了 後方這裡呢它也有了 後座的一件傾倒的撥桿 但GD車型它也搭載這個原廠就有的 鋁製的防刮飾板 但後保險桿呢 因為它的造型的關係 所以它距離車後呢 稍微比較遠一點 當你提放行李的時候呢 免不了稍微膝蓋會去頂一下 但整體來講 它真的是綜合的造型 以及實用度 那雖然說呢 在歐洲當地呢 有PHEV的插電式油電車選上 而且在明年的408 可能也即將要推出了 純電的版本 因為呢這個平台它是所謂的EMP2 但這次呢 台灣呢還是只引進了 1.2直列三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根據國外的資料呢 它的馬力呢是130匹 扭力呢是24.5公斤 那至於呢 這個比較入門版本呢 而路爾版本呢 它的車頭本身其實造型非常類似 除了呢 它的水箱護照變成這個滿天星的式樣 而且沒有車身銅色 它的大燈本身呢 也是LED的technology 但它就沒有matrix的LED 這台車搭載是泰坦灰的配色 而且它比起GT車型呢 它又多了一個銀色的配色 但後方的尾燈這裡呢 它則是相對比較平時低調的 直條紋的LED的尾燈 至於它儀表台的部分呢 首先差別比較大 就是這個爾路爾路門車型呢 前方雖然說一樣是10寸的數位的儀表 但是呢它就沒有像GT車型一樣 是一個3D裸式的效果 而是一個2D的呈現 中間這裡呢 它雖然說一樣也是這個 10寸的數位多媒體 但是呢它就少了這個 tomtom的原廠的導航圖資 但是至少呢 它的所有的介面呢 它都是繁體中文的 同時這台車呢 它也沒有了360度的環境 差別比較大的是呢 原本在GT車型上面呢 這一排呢 會是虛擬的案件可編成的 在這台呢 比較入門的爾路爾車型上面呢 則是變成了這個冷氣的實體按鍵 但是呢 恒溫空調實體按鍵 其實並不代表不好用啦 雖然這科技感的相對呢 沒有那麼濃厚 那第二個比較喜歡的是呢 這個GT等級車系 再搭配這個迷戀藍的配色 尤其內裝 NAPPA的真皮的皮影呢 記得選配 還有呢 Celo的全景天窗 給它選配起來 整台車開起來 就是一個200萬以上質感 而且整合了SUV 以及獵跑的車格 內裝呢 又有魔術大空間 還有呢 中董房車以上的後座空間 讓呢 Pojo的榮光呢 再次呢 在台灣來展現 感謝大家謝謝 掰掰 謝謝你跟豬豬哥支持 中天車想家專屬的YT頻道開播了 別忘了Youtube上面搜索 中天車想家 或是輸入 at cticar 就是cticar 就能夠找到我們喔 每週一 每週五 晚天9點 最新的影片上架 每週三 套等到早點點 豬哥陪你一起來直播 力挺中天 別忘了幫中天車想家專屬YT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按讚